那么我们在上一次课 讲了儿科的治疗干药里面的内置法 在内置法里面呢 我们讲到了儿科的常用的内置 用药原则 内置法用药原则 以及儿科常用的内置法 以及代表方计 那么这个呢 希望大家熟悉 将来在我们学习到每一个具体的疾病的时候 那么这些方法呢 就逐渐逐渐体现出来了 那么今天的接着往下走 我们来讲儿科常用的一些外置法 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 叫良医不费外置 那么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医生啊 内置法要有 那么外置法也要通 那么外置法呢 主要是通过皮肤 输血或者恐窍进行治疗 那么一般来讲 那么这些药物呢 可以直达病所 那么呢 作用的比较迅速 安全 那么另外呢 能在无损伤 那么患者无痛苦的情况下 起到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种方法呢 临床上 方便 异行 而且呢 容易为患者所接受 尤其容易为小儿所接受 所以外置法啊 也是我们儿科经常使用的一大类方法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 我们儿科 那么在临床上现在比较常用的 那么疗效比较好的一些外置法 你比如说 啊 我们这放的第一个吸入法 或者误入误化吸入法 那么这个吸入法啊 现在呢 是不管我们中医儿科 还是西医儿科 那么都是治疗 呼吸吸种疾病 常用的一种方法 吸入误化吸入 你比如说 我们通过一个装置 通过一个超生物化器 或者一个泵 物化泵 那么把这个药液 那么这个药液呢 当然包括了我们这个中药 和吸药 我们这个治疗药物 把这个药液呢 打为一种气物状态 通过面罩也好 或者口气式的一个吸管也好 那么吸入 直接吸入呼吸道 那么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 局部的一个治疗作用 你比如说 我们儿科常常用这个什么 双方联物化吸入 来治疗这个乳鹅疾病 那么乳鹅呢 就类似于现在吸这个扁导体 发炎 是不是啊 急性扁导体炎 或者化农性扁导体炎 我们中医称为乳鹅 或者烂乳鹅 那么就烟部啊 那么呢 热室比较盛 那么甚至这个 这个喉嚷的化农了 那么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一个中层药双方联 这个双方联呢 有银花凉窍 等我们这个清的解毒药物组成 那么把这种药液 直接打到一种气物状态 那么小孩含着这个吸管呢 直接含住 那么这个药呢 就直接吸入我们口腔 到达我们这个烟部 或者这个喉嚷这个部位 那么直接起到一个什么 清的解毒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说药物啊 直打病症 那么起效比较迅速 那另外呢 一般安全 没有什么痛苦 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治疗哮喘 这个这个 肠吸入的这种激素 是不是啊 物化吸入激素来治疗消喘 那么或者物化吸入 β2素体激动剂 来怎么呢 解经频喘 那么都是通过这个物化吸入法 把这个药物直接吸到口腔 或者肺部 那么起到一个局部的抗炎 或者频喘的作用 或者说局部的 我们中药的一个清的解毒作用 所以这种方法 在呼吸系统里面呢 是非常常用的 物化吸入法 但是呢 它一般的需要一个特殊的装置 像超生物化器啊 物化泵啊 那么这些 那么我们儿科最常用的 还有这个图腹法 或者附贴法 那么这个图腹法啊 我们过去就把这个新鲜的中药 这个新鲜的中药汁 或者液 把它捣乱 那么涂在这个什么呢 患这个患病的局部 起到一个治疗作用 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常用的麻糬线 把它捣乱啊 新鲜的捣乱 那么服务在这个什么呢 腮部 治疗这个什么呢 榨腮 就是我们流行腮线炎 那么现在你看我们那些 民间的治疗舌伤的那些医生啊 一般被毒舌咬伤了 那么就近取材 那么就把一些抗 舌毒的一些什么呢 新鲜的中药 把它嚼烂 直接嚼烂 有时候啊 那么就涂腹在 那么毒舌咬伤的一些部位 那么起到一个局部的治疗作用 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 涂腹法 也是药物直达病位 起效比较迅速 那么现在呢 我们 治疗比较多的 你比如说还有什么 附贴法 差不多 那么就是把药物 研磨或者做成软膏 那么或者调 拿蜂蜜来调 调成软膏 那么呢 直接附在这个病变的部位 那么甚至是特定的穴位 起到一个治疗作用 你比如我们在看这个榨塞 我们过去说 涂马起血液一类的新鲜药物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外附的是什么 金黄产 我们把这个金黄产 是我们中医外治的 一个常用的一个什么呢 成药 把这个金黄产 拿蜂蜜 或者拿这个什么的醋 或者拿水 温水来调开 那么呢 附在我们塞 两塞的局部 那么不是塞部肿胀疼痛吗 附在我们两塞的局部 那么拿一个什么的纱布 这样大家看环形爆炸 正好把这个药帮固定 把这个药固定在两塞部 这样环形爆炸 那么起一个什么呢 局部的清热解毒 软肩散结的作用 那么起效呢 非常迅速 那么疗效呢 非常好 你比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什么呢 一个小孩 半夜12点钟喝咖啡 喝咖啡呢 突然就喝到两个塞帮子 突然的一个总控 尖叫 他妈妈赶快半夜就来了我们儿科急诊 然后我们一看两塞帮 那么一耳垂为中心的局部的慢走 那么另外 发热不明显 我们查血象 发现它呢 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病毒感染性的血象 那么我们就怀疑它是一个炸塞 那么经询问的 他们班里也有类似的病人 那么他就喝着咖啡啊 那么又发他这个炸塞急性发病 那个咖啡大家看看 我们一喝完那个蛇 蛇态都很黄 是不是啊 甚至喝完咖啡以后 兴奋的睡不着觉 那么这个咖啡 或者咖啡从我们中药的角度来看 它可能偏于温照的 所以呢 引起这个什么呢 炸塞的一个急性发病 那么炸塞本身也属于我们温病的范围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呢 当时疼痛非常剧烈 那么我们呢 当时呢 确实也没有遇到过这么明显的疼痛的 患儿啊 五六岁了还在那尖叫 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的金黄伞打开 给他附上 结果一刻钟的时间 那么他的疼痛很快就缓解了 那么这是我们临床见到的 切身见到的 就很快 起销很快 十五分钟 疼痛缓解 那么是金黄伞 那么如果金黄伞没有 那么这个呢 一般都是院内置疾 我们附的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青带 这个青带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单单位的中药 是不是啊 然后可以把这个青带 拿这个醋 或者拿那个水来调开 这个青带大家注意 它是不容易水的 但是我们拿醋 或者水来调开 那么也是在两栽部进行包扎 那么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 轻的解读这个作用 那么甚至连青带都没有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仙长 把那个仙长直接把刺剪掉以后 那么捣乱取枝 那么也是两侧的一个包扎 那么也可以起来一个局部的一个清热解读 转接三解读作用 那么这榨栽 我们临床上一般都要用一些外置法 而且效果非常好 另外一个病 我们非常常见的病 尤其在四川地区 消产 这个病大家熟悉吧 那么这个病呢 是我们儿科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 我们儿科我们说啊 慢性疾病很少 但是消产是最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 那么这个病 我们现在西医认为呢 还没有根治的方法 非常顽固 那么我们中医现在治疗这个消产 除了内服治疗以外 那么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东病下治 穴位附贴疗法 那么消产呢 大家知道 那么在冬村季节 或者气候寒冷的季节 容易发作 而且容易复发 或者反复发作 那么我们现在 从我们中医治胃病的角度呢 就是在夏季 你比较这个消产病啊 没有发作的时候 那么我们通过穴位附贴 来激发我们人体的正气 那么起到一个抗穴的作用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那么使将来在冬季 或者春季 这个消产的发作次数减少 那么想达到这种目的 我们就进行修一副贴 那么这个呢 我们科里面开展的都很好 那么是常用的一个外治法 比如说是张机的白戒指涂法 那么我们经常来附这个大椎穴 飞出穴和高荒穴 那么甚至有些地方附这个什么呢 天突穴 甚至一些定喘穴 那么境外的这些穴 来起到一个什么呢 治疗作用 那么这个这个效果呢 我们临床研究 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但是呢 缺乏呢 深一步的 更加详细的一些研究 那么这个治疗方法 将来我们在讲消产的时候 还有具体在讲 那么这两个病是我们这个图腹法和附贴法的一些代表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常用的方法 比如说熏洗法 那么就是用我们中药煎当 或者煎 煎剂以后 煎成汤剂以后 进行外洗来治疗一些疾病 因为我们常用的一个病呢 有麻疹 麻疹呢 我们经常用一些外洗法来促进皮疹的一个透发 那么麻疹呢 我们将来讲这个病大家都知道 麻疹我们一般是发烧 或者发热三到五天开始出疹 那么出疹三到五天出齐 再逐渐进行消退 那么我们在早期 你比如说用这个圆水 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食用那个香菜 是不是 把这个圆水如果煎汤外洗 那么在麻疹的出热期 就是皮疹还没有透发的时候啊 可以促进这个皮疹的一个透发 那么从而可以缩短这个麻疹的病程 那么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那么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方法 但是我们临床时发现了 如果这个麻疹一旦这个皮疹已经透出来了 你再去洗呢 效果一般不是很突出了 那么就在麻疹 皮疹透发以前 用这个圆水煎汤外洗 可以促进这个什么呢 皮疹的外发 那么从而来缩短这个麻疹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病程 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比较常用 那么它前提呢 是麻疹你要早期把它诊断了 如果你把它误诊了以后呢 那么可能你也用不了这种方法了 那么另外这个薰洗法治疗而克一大类疾病 就是皮肤疾病 尤其是我们以比较四川常见的一个病 湿疹 我们四川的气候温润潮湿 那么导致这个满虫啊 在这个环境中的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多 滋生 那么这小婴儿接触了以后呢 可以引起集体过敏 那么出现湿疹的改变 那么湿疹就是皮肤出现斑疹 秋疹 甚至出现一些肾液 流一些黄色的黄水一样的肾液 那么严重的话 可以全身上下都出现这种皮损改变 你说刚刚满月或者一岁一年的小婴儿 你给他去吃这个中药 煎汤吃中药 肿的感觉不是那么现实 他每次也吃不了多少 那么另外呢 吸药也没有很好的一些药物 来治疗这个湿疹 这个激素挺好 你一涂上这个皮疹消失了 但是你这个一停药 它很快又复发了 那么反复使用 那么对这个皮肤的还不好 副作用还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的治疗这个湿疹 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曲奇法 那么我们常用的一个湯疹 就是以寺庙散 二庙三庙四庙 为代表加减来治疗这个什么呢 施疹 煎汤外洗 或者进行熏洗 那么现在搞得比较好的 你比如说我们四川有专门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崔婆婆呀 什么糖婆婆外洗 专门治疗小儿施疹 那么皮肤病的一种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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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所 那么专门把这个外洗法 来来进行治疗疾病 开成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外洗一类的诊所 那么据说生意还不错 据说生意还不错 这是熏洗法 另外一个还有热运法 那么来治疗腹痛或者避震 那么一类疾病 那么既然是热运法 大家一听这个就知道 寒者热之 是不是一般来治疗一些寒性的疾病 你比如说腹痛 我们小儿常见的一种腹痛 就是寒 寒邪内胜 那么我们说寒是煮收饮的 是不是 那么寒邪 外感寒邪或者里寒内胜 那么气血运行不畅 我们说不通则痛 那么这个事让我们可以用热运法 比如说把药物 或者把食盐炒热 那么用布包扎来赋予腹部 那么起到一个局部的一个温泉 或者温阳化气的作用来缓解腹痛 那么这个呢 我们常治的有一个小孩就是液体症 就是这个小孩白天呢 如常 那么晚上的定时哭闹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中医认为一般长寒症 或者脏寒症比较多 那么经常把这个食盐炒热 缝在布袋里面 那么晚上外腹这个什么神瘸瘸 就是我们肚脐眼 那么来治疗一个什么 起来一个治疗作用 起消迅速 那么呢 还无痛苦 还安全 所以这个方法比较好 那么另外一大类疾病就是臂症 尤其是寒病或者湿病 那么来治疗 我们经常也是把这个食盐 或者药物炒热 那么放在这些疼痛的肢体的局部 那么起到一个局部的一个温馨作用 一个使气血流通 那么来缓解这个避震 或者是来缓解这个疼痛 那么这种方法呢 我们用的也比较多 但是儿科相对要少一些 儿科因为避震相对要少一些 好 那么另外常用的外治法呢 我们还有这个什么呢 擦拭法 我们儿科常用 比如说我们儿科 常见的两个口腔疾病 口疮和鹅口疮 你比如说鹅口疮 就是这个小孩 尤其是新生儿 口腔满口气白靴 甚至大的可以融合成片状 那么由于像这个什么鹅口 所以我们称为鹅口疮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一般现在啊 是用这个啊 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的碳酸氢纳 那么呢 我们用你比如说这种纱布来占这个碳酸氢纳 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的 他人轻的直接涂擦口腔 来治疗这个什么呢 鹅口疮 那么我们经常的把这个纱布 大家看吧 这纱布呢 铲在我们这个食指上面 铲在食指上面以后占的这个呃 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的这个碳酸氢纳 在口腔里面涂擦 不要拿着这个棉签直接去擦 因为小孩容易晃脑袋 你刺激他 他一刀头怕划伤着口腔 我们用这个手手指 这个纱布无许纱布 才能手指上站着来涂擦 那么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那么严重的话 我们还可以直接涂擦这个自眉菌素 那么这个呢 我们用的需要涂擦的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是口疮 那个口疮 那么那就是一个口腔的感染 口腔的局部疼痛比较明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站着我们那个中药清的解决的药 比较酸化粘啊 像我们中药传统的冰棚散啊 用这些类药物化开 还是这个纱布缠在中的食指上 来进行口腔的一个涂擦 大家想是不是取消比较快啊 这个药味这个药物直接就达到病灶了 所以取消比较快啊 那么呢 作用比较迅速 那么呢 痛苦呢 也比较小 容易得到患者的一个什么呢 认同或者被接受啊 那么这比较好的 那么现在治疗这个额口疮和口疮啊 我们现在还有更好的药物 更好的方法 直接还是这个喷雾法啊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吸入法 那么现在我们开发出的藏药甚至是你比如说这个啊 西瓜霜喷雾剂 还有个开喉剑啊 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药物一喷通过一个小装置 直接就一喷就是气货状态 喷在口腔里面啊 那么呢 起到一个清热解毒啊 的一个作用 那么甚至现在开喉剑的药味还比较好啊 喷进去感觉到凉凉的 甜甜的啊 那么感觉到很舒服啊 好 那么这是喷雾法 和擦拭法 另外我们书上讲 还有一个药带疗法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过去古人用的比较多啊 像一些这个啊 家里条件比较好的 经常缝一个什么呢 香包或者香囊 里面放一些什么呢 芳香辟汇的药物 经常来治疗一些异病 或者来避免啊 或者来预防一些异病啊 你比如一些温病啊 我们经常把这些 像货香啊 像是一些什么的色香啊 那这些药物 就是芳香辟汇的药物 放在这个药包 那么带在身上 那么起到一个 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作用 啊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还也也有在用的 啊 也有在用的 呃 我们呢 就不多讲了 啊 我们只讲我们常用的儿科的 那么这是一大类的外治法 那么另外还有一大类的外治法 啊 你比如说推拿法啊 针灸法啊 这个捏紧疗法 鸽子疗法等等 那么这一类疗法呢 现在一般的我们认为呢 都已经属于针灸学的范围了 整体来说都属于针灸学的范围了 是不是啊 啊 那么这些呢 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外治法 啊 那么分科 分得更细 啊 那么一般来讲 需要专业人士来操作 啊 你比如说推拿疗法 那么通过推拿 可以促进我们的气血运行 那么可以使经脉通畅 脏腑调和 那么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一个目的 那么但是啊 这种方法呢 我们一般是要啊 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医生 或者呢 医者来实行 你比如说 那么在我们儿科里面常用的一种捏紧疗法 啊 经常呢 啊 治疗厌食和肝症或者脾胃虚弱的一类疾病 那么就 你比如说怎么用啊 这个捏紧疗法 你们在针灸学里面学过没有啊 小孩捏紧 那么就是从这个捏这个肚脉和膀胱筋 啊 捏肚脉和膀胱筋 那么从长墙穴一直捏到大椎穴可以 那么从底部长墙捏到大椎 那么我们经常捏膀胱筋 那么把我们这个什么呢 拇指和这个食指呢 这样平行的放在膀胱筋上 那么把我们这个肌肉呢 捏起来 捏起来以后向上方提起 向上方提 一捏一提 一捏一提 一直从下面的 啊 这个长墙 可以捏到这个什么大椎穴 一捏一提 那么每天可以每次可以捏个两到三次 每天可以捏个两到三次 每次捏两到三回 每天捏两到三次 那么我们认为捏通过这个捏脊 可以调和这个阴阳调和脏腹 那么调和这个小儿脾胃的一个功能 那么经常治疗厌食啊 肝症啊 脾胃虚弱症一类的疾病 这个在儿科非常常用 那么当然经过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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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 那么来患者家属呢 也可以掌握到是 那么另外比如说特殊的 还有赤侍奉疗法 那么就是侍奉学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食指无名指啊 中指和小指这个禁止 这个这个中指关节 这个食指横纹的终点是不是啊 那么刺刺缝 我们过去用三能针来刺刺缝 那么刺入一分左右 那么呢 挤出一些黄白样的一些粘液颗粒 那么在局部消毒包扎啊 那么这个呢 经常来治疗厌食或者肝症啊 那么肝症呢 是我们儿科常见的一个比较重的疾病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营养不良 那么现在这种方法呢 我们呢 针九科还在用啊 我们内科用的都比较少了 因为那个三能针 你们看的挺吓人的哈 那么这种操作呢 相对来说呢 痛苦一些 那么化儿呢 不容易被接受 不容易接受 那么家长有时候也不接受 经常呢 哭闹不安 我们 曾经梁校长的一个课题 就是刺失送疗法治疗赶症 在我们儿科进行过一次啊 进行当时是完成了 但是很困难啊 后来呢 就没在我们科里面推广开啊 没有推广开 那么另外鸽治疗法啊 这个看起来更有点 呃 更有点恐惧 那么为话呢 更不易于接受 那么就是什么 鸽子网了大鱼句和小鱼句 那么我们常见的鸽 这个大鱼句 那么用我们这个手术刀啊 那么把我们这个 比如大鱼句局部消毒 那么在这个鸽子的时候呢 用我们这个死者呢 把这个鸽子的范围提起来 用这个手术刀直刺 那么大约刺0.5公分左右 那么孩子挤黄白一样的颗粒 那黄白一样的脂肪颗粒 把它剪去 剪去以后 那么呢 在局部加压包扎 那么这种方法是非常痛苦的 啊 局部非常疼痛 那么患然的不容易接受 那么我们过去呢 经常来治疗啊 这个肝症和哮喘 这一类的顽固性的疾病 或者重症啊 那么呢 疗效据说还行啊 但是我们现在 这种方法也基本上废弃了 不容易为患者所接受 那么另外 如果你局部处理不好 是不是还容易激发感染啊 你想啊 那个小孩活动量非常大啊 所以你局部如果消毒不严格 或者操作不当 患者不容易接受 那么另外可能还引起后发的一些激发感染 所以呢 我们现在都没用了 现在都没用了 那么另外 还有一些拔罐疗法 拔罐疗法 那么这个拔罐通过拔罐可以促进气血流畅 淫未通行 那么甚至疏风 疏风上寒 疏经止痛 我们常用来治疗一些外感疾病 你比如咳嗽啊 发热啊 甚至是肺炎传授这类疾病 那么还有哮喘 这个疑尿这类疾病 那么这个拔罐那么严重的话 是不是我们还可以推灌呢 现在 那么通过这个拔罐 可以使这个风寒 那么驱除体外 那么可以使气血运行 可以使这么淫味呢 通畅 那么拔罐罐没有啊 你比如说这个发热这种病人拔罐 我们经常拔罐以后啊 发现在那个拔罐的部位 可以出现一些小的一些初血点 是不是啊 或者局部发红 那么严重的话可以出现初血点 那么这个呢 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就是把这个风寒这些呢 什么了 外散体外了啊 通过这个孔跳啊 通过我们这个毛孔啊 外散体外 外散体外 那么就是驱血外出的一种方法啊 这个拔罐 那么甚至还可以进行推罐啊 你比如推我们膀胱筋啊 治疗外感疾病 治疗发热这一类啊 也比较好啊 但是这些呢 都需要我们有经验的医者一般来进行啊 那么现在呢 如果再细分 包括我们这个推拿 捏几次次凤 那么拔罐 那么这些都属于我们针灸推拿学的范畴 那么我们要求大家呢 掌握他的一个什么呢 治疗范围就行了啊 你不要捏几疗法治疗哪些疾病啊 啊 这个鸽治疗法治疗哪些疾病啊 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啊 了解一下 那么好 我们外治法呢 就讲这么多啊 那么讲到外治法 讲到这个地方结束以后呢 那么在几个大家提出来了啊 那么请大家啊 那么呢掌握我们小孩的用药原则啊 那么尤其里面重点掌握我们小孩的用药剂量啊的计算方法以及它的相关因素啊啊啊 那么掌握掌握小孩的用药剂量以及相关因素那么另外掌握小孩常用的一些特殊的外治法啊特殊的外治法啊 那么到这儿我们的总论啊 我们的总论就全部讲完了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书上第二章呢是讲我们的小儿宝剑的啊小儿宝剑的啊小儿宝剑的那么这个小儿宝剑呢我们一般呢是自学内容啊我们在这儿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就不再展开啊不再展开那么小儿宝剑啊那么呢包括它的喂养包括它的呃这个这个这个生活起居啊 那么这些呢包括了体格发育那么这些呢请大家呢自学啊请大家自学下来自己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呢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先开下一章就开新生儿疾病啊 啊那么新生儿疾病里面呢我们只讲一个病啊就是胎黄 那么在讲新生儿疾病以前我们先回忆一下 我们小孩的一些铁额生长发育常数啊以及新生儿的一些相关知识 比如说啊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新生儿它的时间段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啊 到多少天啊哎新生儿是指那么指这个啊新生儿出生那么到啊新生儿出生以后期待结札啊到满28天以内的小孩呢我们称新生儿那么在这28天之内发生了疾病我们一般称之为新生儿疾病啊新生儿疾病 那么我们这个新生儿啊从他的生从他的一个体格生长发育来讲一般啊 啊那么他的体重在我们国家平均是三公斤左右啊我们国家正常想是平均是三公斤左右 那么区间大约是2.5公斤到4公斤啊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认为都属于正常的新生儿 那么如果新生儿体重小于2.5公斤我们一般称之为低体重出生儿啊 那么一般的多建议早餐啊多建议早餐那么如果体重超过了4公斤啊就4000克我们一般的称为巨大啊 那么现在巨大也比较多见那么多建议这个什么呢孕妇啊营养过剩啊营养过剩啊多建议这个营养太过剩了 那么另外新生儿的身长在我们国家平均是50公分啊平均是50公分 那么新生儿头围大约是多少啊 多少啊 33到34公分啊那么就新生儿头围平均33到34 那么胸围比头围大约小一到两个公分大约有32公分左右是不是啊 啊那么新生儿生下来前线一般是没有闭合的啊 新生儿前线一般是没有闭合的 那么新生儿的生命体重从生命体重来看 呼吸一般有多少次啊 哎40到45次哎这个这个频率比我们这个正常人啊大约快一倍以上啊要翻倍啊要翻倍 那么心率大约的多少次啊 120到哎140次那么心率偏快啊心率偏快 那么血压我们通过公式来进行什么计算啊 那么公式有什么 哎年龄长二加80是收索呀是不是啊 哎苏张家大约是收索呀的三分之二啊 啊 那么这个大家呢大约了解下我们的新生儿状况 好那么另外我们新生儿啊如果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呢 我们新生儿的反我们还有一些简单的检查 你比方有一些原始反射啊 这个可能大家呢过去在这个神经系统查体里面听的不多 是我们儿科特有的 因为我们新生儿常做的几个是原始反射的有四个啊 你比如有一个什么密实反射啊 我那个新生儿啊我们说哎生下来呢每天都在睡不睡呢就在吃 所以呢一生下来就会吃 那么有先天性的一种什么呢密实的一种本能啊 那么这种检查呢我们从密实反射 你比如我们啊用这个食指尖或者这个这个这个拇指尖一扣这个小儿的口角啊 他一扣他这个口角这个小儿自己这个头就转过来了啊 转过来以后他这个舌头就会用这个口唇或者用舌头就会吸润你这个手指啊 或者是舔你的指尖 那么这个呢我们称为密实反射啊 你你一扣他的口角他就转过来了啊 他以为有吃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密实反射 那么另外如果我们这个奶头啊 把这个奶头或者这个奶嘴儿往这个小儿这个啊 口口腔里面一放 一般的小儿正常的新生儿很快他就会自己的主动的去吸润 那么这个呢我们称为吸润反射啊 原始的天生的一生下来就会吃啊 就会吸啊吃奶或者吸奶啊 那么这个称为吸润反射 那么还有一个反射你比如说拥抱反射 啊这个小孩那个神经的这个激张力比较高啊 那么如果把这个小孩呢 我们做这种这个拥抱反射 把这小孩可以放在这个什么呢 啊这个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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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上 那么放在这个平台上以后 我们突然如果一拍这个平台给他一个刺激的情况下 这个小孩这个双手臂啊会迅速交叉啊 像起像要拥抱什么似的 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称为拥抱反射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小孩啊原始的一个反射啊 拥抱反射 那么这些拥抱啊这些原始反射呢 一般在两到三个月之内都会持续啊 两到三个月之内会持续 那么两三个月以后啊 逐渐逐渐消失啊 逐渐逐渐消失啊 那么另外呃这些呃这些疾病啊尤其这些改变 在疾病情况下可以出现一些啊 那么相反的改变 因为疾病的时候这个小孩的密实反射啊 吸人反射啊甚至拥抱反射啊都会减轻啊都会消失 甚至是啊小孩不吃了啊不吸了啊 那么另外在疾病状态下会影响这个小孩的一般情况啊 我们的新生一般都是在睡眠啊 每天的最多的新生可以睡到18到22个小时 那么如果在病态情况下这小孩可能烦躁不安啊 那么甚至无法入睡 那么另外哎 哎这个新生呢 我们知道啊 啊那么呢不能讲话啊 啊那么如果新生出现疾病 那么全靠一般我们医生去进行相关的查体 去检查这个疾病啊 啊那么所以新生疾病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 是最难治的一类疾病 也是病情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个疾病 变化是非常非常迅速的一大类疾病 所以新生疾病风险比较高啊 风险相对来说要高得多啊高得多啊 啊那么另外呢 呃新生疾病 现在我们在心血里面甚至把它单独分裂出来 常立新生儿科啊新生儿科 那么专门来处理这类病人啊 新生儿科 那么我们新生疾病呢病种很多啊疾病很多 那么我们书上列的像胎怯啊啊像应肿症啊 像黄胆啊胎黄啊啊甚至齐步的疾患啊 那么是很少的一类疾病啊 啊那么新生疾病不是我们的我感觉不是我们中医儿科的重点 那么这类疾病一旦发病 那么病情一般的比较重啊一般呢我们建议呢做专科治疗啊另外我们中医治疗新生儿疾病给药有一定的困难啊给药有一定的困难啊 所以这一类这一章的疾病大家了解啊大家了解 那么在这一章疾病里面我们重点只讲一个疾病就是胎黄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